北市地震局公布112年公告土地限值 平均涨幅较今年上涨3.71% 而台北101大楼土地限值每平约655万元 已经是连续10年蝉联北市帝王 至于为在台北车站附近星光摩天大楼 使用强度是全市最高 以每平约629万元位居低后 地震局表示北市涨幅最大的是南港区 因为大型重化及都市更新案推动 改善整体土地利用现况 平均调幅4.56% 而第二名则是内湖区 主因是内湖科技园区庞大的就业人口 加上拥有多处公园绿地居住环境良好 平均调幅4.20% 另外涨幅最小的是万华区 首席门丁商圈商业活动减落 地价涨幅比较低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周休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都是在宁静的价人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 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逻辑演绎 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Comeặ戲